大学之道里面大学所讲的 一开始就讲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子于至善 那个明明德 就是要把我们每个人的明德彰显出来 那个明德讲白话一点就是 我们神圣清净的心灵品质 每个人神圣的生命那一部分 那个小我自私之力 那个不是你的真正的生命本质 那个不是你真正神圣的生命本质 每个人神圣的生命本质 那都是所谓的明德 清净 神圣 而大多数人都让这一部分神圣的生命 在沉睡 沉睡 而用那个小我意识在作祟 所以就形成 你在制造很多的冲突对立 苦海 而自己不知道 遇到很多痛苦的人 他有可能才会想到要去突破 要去找出原因 找出那个所谓的 处理痛苦的那些机会 那些线索 我希望大家不要等到积累很多痛苦之后 才想要让生命突破 想要让生命提升 而是要尽早 尽早 这个就是悟性要比较高 你要尽早勉励自己 要早日让自己神圣的生命能够觉醒过来 唤醒我们神圣的生命 把明德彰显出来 当我们真正能够彰显出我们那个所谓的明德 就是神圣清静的生命 把这一部分唤醒过来 彰显出来的话 那你的生命品质会跟过去绝对大大的不一样 你会走出那个自私自利自负的冲突世界 你内心就越来越快乐 越幸福 越祥和 越和谐 你会来到真正的心灵富有 你唤醒你生命的那种明德之后 你会心灵富有 当你心灵富有 你就会很安心快乐 而且自然会具有无限的慈悲大爱之心 因为你心灵富有 所以你不再觉得自己像个乞丐 到处去要跟人家争什么 抢什么 要什么 当你真正心灵富有 你会幸福快乐安心 内心自然 因为你那个神圣的本质里面就具有慈悲大爱之心 所以你到哪里 你都会乐意把生命的意义 把生命的光芒能够分享出来 去做利益社会 利益国家 利益人类的事情 如果你这一部分没有开发出来的话 你心灵贫穷 那你就会觉得 我缺东缺西 所以到哪里都要跟人家争 要跟人家抢 就形成冲突对立不断 所以你真正要来到幸福快乐安心 不是向外去 去跟别人对立冲突 而是要向内来净化我们自己 唤醒我们沉睡的神圣的生命 当你真正能够来到明明德 你的生命品质提升之后 你就能够亲民 你自然的会为民服务 而且会练习着无我无私的为民服务 你当官也一定是 勤政爱民的清官 你不会去欺压百姓 不会贪污 不会伤害百姓 那个神圣生命 你本身就是心领富有 所以你富有心领富有 所以不会贪 他自然的 不是说各种制度监管 他就自然 他不会贪 那因为神圣的生命 他本身就具有慈悲之心 爱心 所以勤政爱民 那都是自然的展现 你内心会越来越快乐 越安详 百姓也都会受益 这亲民 把神圣的生命 发挥出来 练习无我无私 为民服务 你看 这个社会的风气 就一定越来越好 社会也一定会越来越祥和和谐 如果把这种优质文化推广到全世界 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学到 熏悉到这种优质文化 这个世界就会逐渐迈向真正的和平 世界的和平 靠武力对抗 那是达不到的 武力的对抗 只是把人类逐渐的一直的逼向 更危险的边缘 这个世界要真正和平 武力对抗 那只是暂时的权衡 这个世界要真正和平 就是要人类心灵的净化 人类的觉醒 体会到原来我们都是同根同源 原来我们都是全世界 不管任何的民族 任何国家 任何宗教 任何种族 原来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 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的生命都是来自同根同源 这方面 如果人类能够学习到这种优质文化 这个世界 就会逐渐的化解各种冲突对立 人类也才能够过上真正和谐 和平安定 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种评论 我们就像我一样 我一样 感谢观看